大家好,又到兄弟年加油系列课程时间 我是非著名加油讲师威哥 跟着威哥混,未来一定顺 大家好,我是小白 好,今天是我们的第26讲 在这一讲里面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这个Val循环语句 Val循环语句 从客人大干里面呢,我们来两个小点 第一个呢,我们来看一下 Val循环语句的语法是什么样的 第二呢,我们给大家举一个Val循环一个实例 Val循环,好吧 这个Val循环是干什么用的呢 Val循环这样啊 比如说,我们经常在写程序的时候 经常会碰到一些需要重复去执行的一些个代码语句 重复执行 在满足某一个条件的时候呢 我需要重复的不断的去执行这个代码 对吧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每天要做备份是吧 每天到点就做这个备份这个工作 对吧 我们就可以写一个程序让它每天循环一次 对吧 这就是循环的工作 我们可以用程序来去编写了 明白了吧 就这个意思 好 那我们看一下Val循环的语法吧 好 好 Val循环的语法是这样的 首先是一个Val关键字 Val 然后中间是一个括号 括号内部是我们的条件表达式 条件表达式 这是一个逻辑条件表达式了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这个逻辑表达式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条件逻辑表达式 如果是返回的结果为处 对吧 为处 就是为真 这个时候呢 那么表示这个条件成立是吧 那么条件成立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去执行这个大括号里边的这个语句块 就是语句每一条的代码 对吧 这个语句块呢 可以由很多个语句代码来组成 明白了吧 就这样一个语法结构 他是先判断 你表达式是处的时候 他在执行 对对对对 就这个意思 必须要处 是要先判断 所以他那是 这边有两个小说明 符合条件 那么循环继续执行 就每次执行完以后 到大括号是不是回来还得再判断这个执行条件 这个条件判断 否则呢 就循环就退出了 好 特点就是先判断再执行 OK 这是这个我们基本的一个语法 那现在我们来举一个这个例子吧 好吧 哎 维哥 你说这个外部循环 它是能重复的执行一个动作 是不是 对对对 而且维哥 我最近跟你学这个 学这个家伙呀 我严重忽略了女友 真的 真的真的 严重忽略了她 她给我打电话 我都没有接到 然后她愤怒又委屈的 给我留了一个语音消息 维哥你要不要听一下 哎 好啊 好 拜拜 你多爱我了 你要是爱我 你就多亲近我 你要是爱我 你就多抱抱我 最后把你写 我爱你999遍 证明你爱我 听见了吗 维哥 听见了吗 哎呀 让你罚你这个抄写 我爱你9999遍 这个就能用这个外部循环写吗 哎 现在正好我们学习的这个外部循环 是吧 你就不用那么辛苦去写了 是吧 拿一张纸给你写一个程序 打印出来就可以了 OK 哎 帮助你去交差 所以说你看写程序 还能帮你这个 啊 应付这个对付你朋友的问题 快快 维哥会教我会教我 好 快 OK 那我们就来以你这个为私利 好 好 那我们在这里呢 在我们的这个第26讲啊 26讲我们建一个Vail的一个demo 加文件 好吧 好 我就提前啊 这里面我们先准备好了 是吧 好 那么在面方法里面呢 我们就来去实现这个语句 那首先呢 你女朋友要你要求是多少次 是999吧 就先写999次 999次是吧 OK 我们定义一个啊 这个是你的这个呃次数啊 Count 总数是吧 哎 就是999 对吧 OK 好 呃 那么呢 基本的这个呃语法 我们说有一个Vail关键字 对吧 嗯 好 一个括号 然后里边呢 是这个表达式 表达式 这个表达式呢 每要循环这么多次 是吧 所以我们是不是需要有一个呃 一个增量啊 对吧 有一个增量 一次一次的 对一个标记 就吃第几次嘛 嗯 所以我要定一个呃 比如说I 作为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做我们每一次的这个呃 当前的这个 当前的这个次数 第几次 当前比较这个0 我们比较1 或者说从1开始也行 嗯 是吧 这是总数是吧 嗯 OK 那我们在这呢 我就判断这个 如果是I小于多少 Count Count 对吧 对 I如果小于Count 如果条件成立 那么我们就怎么样 就写一次我爱你 诶 对 我就让你输出一个 在屏幕上 我就可以让你打印出来 对吧 嗯 打印出来这个 我爱你 OK 就三个这儿 好 我爱你三个这儿 OK 然后呢 完了以后 我们这个每次I要增加一下 对对对 然后加加一次 加一次 对 加一次 然后这样的话 它就循环 循环出来了 对吧 一公子999次了 这么简单 诶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几句 对这么几句 你看 循环的好处 是不是解决了 你重复工作的这个 这个这个工作量 对吧 好 我们运行一下 你看啊 走 哎呀 哎呀 密密麻麻的 密密麻麻的 是吧 999次 我爱你 是吧 嗯 对 这样一个程序 就完成了 嗯 维哥 我要是把这个 密密麻麻的 我爱你交给我女友了 她得把我打的面目全非呀 哈哈哈哈 哈哈 OK 好 那这就是我们这个 Val循环里面的这个 简单一干四例 好 那我们这个Val循环的 基本的语法呢 就先给大家先夹着了 OK 好 谢谢大家 维哥在手 天下我有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